你突然不懂得七手去問人 要不要休息一下是可以的 真的嗎? 你可以去日本試試 給觀眾聽聽 還有引證一下好一點 引證一下你們 將來飛到日本的時候試試是否可以 因為我的朋友說他在日本讀書的時候 經常都在等一等過馬路 去一些咖啡店坐一天 就可以就這樣拿到一些女生走 是否真的這麼容易 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琪艾琪 今天來到我的舞台 請了江本的負責人Stanley 來到節目 艾琪 大家好 今集準備了江本的福袋 每份超過200元的禮物送給大家 上集我們已經有說過一集 關於疫情下 人們不敢搞事的一個 topic 今集會說另一件事 今集的主題是說這個亞洲的性任時 其實男生有沒有什麼說話 是代表表達性任時 計算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的經驗 我猜 其實都是 身體言語 都是一些動作 身體最誠實 身體接觸 觸碰一下 以我所知 其實有很多說 什麼 帶你回家看貓狗 或者Netflix 都是一個暗示 要不要來家喝杯 喝咖啡 你的地方 或我的地方 都是這些 我們今天來講一下 原來不同地方 都有不同的暗示方式 試試問Stanley 知不知道台灣 會說什麼呢 這個方法特別一點 香港用不了 台灣 不知道 會跟你去一個地方 做一件事 但這件事 香港是做不到的 這個地方 因為香港沒有 真的做不到 不是那些汽車 Motel 不是 這個也像 就是浸溫泉 要不要一起浸溫泉 因為浸溫泉 大家都沒有穿 一男一女 是一個暗示香港用不到的地方 因為香港是沒有浸的 說起那些Motel 其實我以前去台灣 我去過 很漂亮 對 很漂亮 我和朋友去 因為我喜歡拍照 去那些Motel 是有唱卡 裡面有很多主題 之前很想預約一間 是有一個南瓜車 裡面 人們說是求婚 人們會預約過 但好像要排很久很久才預約到 最後我也沒有去過 南瓜車 另外台灣還有一間 你知不知道 買可樂也是一個暗示 不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 買可樂是代表什麼 這個比較難 其實是否可以去開心一下 不是 差不多 都是跟字有關的 猜不猜 猜不到 猜不到 那買可樂 就是 Make Love 的 買可樂 是有點像 這個挺有趣的 不要以為去到台灣 別人跟你說 去買可樂 就真的買罐可樂給你 就不要那麼蠢 這個就不是的 挺有趣的 這個真的挺有趣的 那我想應該澳門 是不是應該都跟香港 差不多 大家都 有聽過什麼奇怪了的暗示 不同國家的 都可以一下子留言告訴我們 泰國 猜一下泰國 是怎樣為之暗示 不懂 我只懂別人教我 說粗口 我也懂 我也懂 我喜歡學多個語言 語言少少都懂 然後有我以前的男朋友 就問他 我們已經背了沒有 誰知道他就用泰文問他 然後我那一刻就很生氣 因為我聽得明白 大家在女生面前說秘密 不要以為說多個語言就沒事 那說回泰國 泰國是跟當地一些 很出名的東西有關的 那個暗示 猜不到吧 應該是吧 泰國 恐怖的那些 哦 就是約女生說 來不來我這裡看鬼片 原來就是一個暗示 這樣嗎 我真的想到這個恐怖 因為當地多出 是不是盛產鬼片 然後之後就會有這個 千奇百貴東南亞 那些 是呀 然後就問來不來我這裡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說 那譬如說你看鬼片 女生很害怕 可能會黏著男生 不過這些其實所有都是 我都是看一些 網上一些訪問去說的 那我也不肯定的真實性 你們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就是學會了一些東西 是學會了一些東西 這個地方都有經驗的 那時候去泰國 玩的時候呢 也有試過當地的泰國男生 就很主動 要不要來我這裡看電影啊 那些 那我相信這個是一個暗示 我無緣無故跟你又不太熟 去什麼你家裡看電影呢 那我當然拒絕了 不不不不不 日本其實也是簡單一點 我們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就很直接 但是呢 我又聽我的朋友 之前在日本讀書 那他就有分享 你無緣無故不懂七手去問人 要不要休息一下是可以的 真的嗎 你可以去日本試一下 你的觀眾聽一下 還有忍證一下 好一點 忍證一下 你們將來飛到日本的時候 試一下是不是可以 因為我的朋友說 他在日本讀書的時候 就經常都在等一下過馬路 然後去一些咖啡店坐一天 又可以 就這樣拿到一些女生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 文化不一樣 好了 好了 那韓國啊 韓國 還說 真的很多 下次再說 下次再說 聖禮時間 今集也是準備了 剛本的福袋 每份超過200元的禮物 送給大家 記得留言 like 和訂閱 詳情可以看回我Facebook 也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究竟各個地方 亞洲區的聖禮事是怎樣 好了 下集見 拜拜